2022年1月18日晚间 一则来自大洋彼岸的讯息 向科榴弹砸进中文互联网 请客间引爆了圈层 正如所有人预期的那样 无数个围绕 微软将收购动视暴雪展开的标题 火速登上科技版头条 与各大论坛激起千层波澜 大小媒体争抢未经解读的刁钻角度 长长短短的报道如潮水涌动 浪花一朵接着一朵 这是微软开出的收购价 如果换算成人民币 数字将来到大约4351亿 当激烈的论辩见字平息 余震还在继续 1月18号晚上 小雨的车队群炸了 平日里这个游戏群的主要使命是攒局 一个人提问有无 其余人是情况响应上线 过去每当守望先锋发布平衡补丁的时候 大家都会激情讨论一番 但是从去年开始 车队群里的活跃玩家越来越少 再贴吧 人们把守望先锋制作组 近年来的动向描述为百烂 一百就是好几年 迅速刷屏的群消息把小雨震住了 没有什么惊叹词足以概括大家的心情 上一次这么吵 可能还是回升上线的时候 小雨回忆到 作为守望先锋的最后一个新英雄 回升推出于2020年4月15日 久远的仿佛数个世纪之前 豪至千金的世界级巨头微软 正以天价推进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收购交易 举世瞩目的大新闻就此诞生 爆炸新闻以惊人的速度传递于NGA 小黑河 微博乃至虎扑 无数根神经末梢骤然颤动 无数声脏话里人们按下转发键 18日晚间 在国内卡牌玩家 尤其熟悉的游戏社区旅法师营地 收购新闻被发布在炉石传说分区 评论数量迅速窜升到数百条 热闹程度是日常博文的近十倍 另一边 专注魔兽世界前瞻资讯与攻略的B站 UP主男队案内 也看到了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爆料 他在21时42分激动地发布了一条动态 随着更确凿的信息传出 男队案内决定加班加点 他迅速制作了一期新视频 并赶在23时23分发了出来 这期视频的标题叫做 微软687亿收购 动视暴雪 股价涨停 总裁升天 这下不差钱了 截至定稿前 其播放量达54.9万 评论数超3800 数据远远高于南队案内平日的攻略视频 与此同时 更多UP主正在跟进这一热点 第二天上午 微博上的游戏研究 团长等博主已经汇集了一系列 收购笑话 网友来到网易暴雪游戏视频的动态下 团建 庆祝 尽管那些动态的内容与收购案并无关联 这样的热度大约持续了一周时间 1月25日之后 评论区的含微量才逐渐降低 在许多人看来 此前的暴雪已经陷入了历史上最低迷 最岌岌可危的时期 职场文化丑闻不断的同时 曾经家喻户晓的游戏IP 大多陷入口碑下滑的危机 魔兽世界资料片的剧情争议令人焦头烂额 口碑持续走低 万众期待的暗黑破坏神4和守望先锋 2屡屡拖延 开发进度扑朔迷离 经典游戏的重制版不及预期 星际争霸 风暴英雄 更是被笼罩在一片令人不安的寂静里 这种背景下微软如神兵天将 用超能力保住了暴雪的身价 但金主真的等同于救世主吗 暴雪曾经的金主是维望迪 后来与动势合并 此后以动势暴雪之名独立 维望迪在玩家心目中的地位 显然没有今天的微软那么崇高 动势就更加不容乐观 这些年来暴雪老员工离职潮爆发 关于动势管理层的内斗传闻甚嚣尘上 尽管多年前暴雪曾承诺 不会受到来自动势领导层的任何影响 但许多玩家坚信事情早已发生变化 是动势高管的短视逐力拖垮了暴雪 正如洪货的使命召唤 系列和西金兽糖果粉碎传奇 似乎也从未真正融入全家桶 玩家急于摆脱过往的阴霾 他们其实并不在意这笔买卖是否划算 也不在乎微软的所谓第二曲线能否成立 玩家只想知道自己玩的游戏会不会变得更好 对他们来说 噩梦要追溯到2018年的暴雪加年华 在那场年度盛会上 暴雪宣布移走部分风暴英雄开发人员 并取消后续的电竞计划 自此之后 人手紧缺导致风暴英雄各方面更新缓慢 2020年后新内容的生产近乎停摆 每况愈下 Rich是一名来自韩国的风暴英雄职业选手 他被中国玩家亲切地称呼为小胖子 Rich曾经在职业赛场上留下难以胜数的高光时刻 有些画面至今被论坛老哥们传送 Rich操作的英雄裂空以灵动的姿态骤然闪现 飞速贴近了敌方选手的脸 子弹倾泻如注 Rich紧追不舍 电光火时间他精准地甩下炸弹 然后在斩杀的时刻轻盈回溯 2019年的春天 Rich发布公告 宣布其个人频道不再发布风暴英雄相关视频 同年5月 一则媒体报道被转发到NGA 标题是前风暴英雄国际冠军Rich 宣布加入GENG英雄联盟清训队伍 赛事取消 职业选手离开 头部主播转型 二创博主告别 每一个节点都伴随着风暴 玩家对动视暴雪的愤怒与失望 连古老的吉他英雄都有 却没有风暴英雄 更多人悲观地意识到 除了停伏 风暴的情况已经无法更糟 在谷底了 怎么走都是向上的 然而这般谷底与守望先锋不同 后者处在续作待发的积蓄期 前者却早已看不见曙光 哪怕微软到来 也并未给予风暴玩家起死回生的信心 人们很快恢复平静 像往日一样讨论乱斗模式中的英雄强度 相似的伤心故事 发生在星际争霸魔兽争霸的玩家身上 微软会救下星际风暴吗 收购消息传出的第二天 一张梗图在玩家圈子里不断转发 引发一阵大笑与叹息 风暴之外 暴雪尚存的电竞项目也并不好过 守望先锋连赛通常被简称为OWI奥 当年大幕拉开之际 OWI奥曾以极高的队伍席位架引起过争议 暴雪不会做电竞的论调从未止息 多年来 由于守望先锋整体热度有所退却 OWI奥的发展称不上顺遂 影响力局限在小圈子内 2020年起 不温不火的OWI奥偏偏又撞上了新冠疫情 归宏的线下主客厂规划被迫缩水 收购按新闻公布后 观众熟悉的OWI奥解说 Allen在个人B站频道发布动态 他表示 至于对普通玩家来说 影响一般般吧 像O2.0这种该做的东西估计也做得差不多了 就算该收尾的东西也不是收购会直接影响的 休赛期开始后 Allen花费了更多时间关注Valer & Apex英雄 等热门射击游戏 并以极高的频率更新相关视频 今年年初 许多OWI奥观众都在担忧Allen是否会继续解说OWI奥的新赛季 Allen没有把话讲死 他只是说考虑到直播合约和收入等等因素 很多东西目前还无法确定 职业解说 与主播等角色是游戏社区的中间力量 也是推动电竞常态化的关键 哪怕是为爱发电的社区二创博主 也会面临选题匮乏的窘境 守望先锋的玩家圈子里 UP主托比昂首挺胸以硬核解谜的风格横空出世 打响名气 随着频道日益发展 可供他发掘考据的内容线索越来越少 玩家整体规模决定了社区之星们的人气上限 也铸成收入的天花板 守望先锋 注定无法向王者荣耀 绝地求生 那种大热项目一样 捧出顶流红人 收购案后的30天里 社区的反应变得比以往敏感得多 一旦暴雪旗下产品出现新动向 人们似乎都能从中解读出更多积极信号 当炉石传说推出大量新饰品时 有人会将之与收购案联系起来 当海外网站出现关于 守望先锋2与魔兽世界的泄露留言时 人们会想起微软并感激它 动视暴雪的高管是玩家心目中的邪恶反派 后制的微软则成了英雄 收购新闻公布后的第四天 炉石传说团队的知名设计师IKSAR 在与社区进行例行沟通时 也被问及了对于收购案的看法 IKAR回复说 目前他并不清楚收购行为将如何具体执行 包括团队的名称、架构、对应的管理层 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这一点点的乐观弥足珍贵 自从暴雪的兄弟会文化被曝光 他就受困于监管机构提出的各类法律申诉 包括性骚扰、职场欺凌、贬低员工 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等指控 牵扯进来的机构由美国加州 公平就业和住房部、证券委员会 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 员工罢工、骨干离职、赞助商撤资 棘手人才流失问题已经不是新鲜事 多位暴雪员工曾指出 其薪资水准在业内并不具备优势 一众老员工在过去数年间跳槽或是自立门户 收购案公布后约半个月 守望先锋制作人Tracy Kennedy宣布离开暴雪 此前他在社交媒体上怒斥动视暴雪CEO Bobby Kotick 认为其愚蠢的指令导致守望先锋2的开发 被耽误了好几个月 同期为暴雪效力十余年的守望先锋2首席角色概念 艺术师Arnold Zinn也已离职 风雨飘摇时 一切都是坏信号 微软游戏首席执行官菲尔 斯宾塞发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提到 我们预计此次收购将于2023财年完成 等待监管部门的批准 2月5日 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就这起收购发表了看法 并竭力淡化他的巨大意义 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声称 微软离成为游戏行业的垄断者还有一段距离 这次收购只是让XBOX在一个高度分散的地方成为大玩家 纳德拉表示 即使在这次收购之后 我们也将是第三名 拥有低至百分之十几的市场份额 前两名则是索尼和腾讯 在新闻发布会上 微软公布了XBOX和Windows应用商店数据收集 竞争和支付政策的新规则 公司高管解释了公司的应用商店规则 其中包括承诺 不使用应用商店的非公开数据 与竞争对手的应用竞争 微软不仅表示 将继续执行动视报学与索尼达成的协议 还做出了更多承诺 即使现有协议到期 微软方面也有意愿继续为索尼PS游戏机开发 使命召唤 系列游戏 也是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暴雪迈出了众人意料之外的一步 1月26日 暴雪官方网站刊登博文 为尚未公布的全新游戏IP发布招聘信息 游戏背景设定在全新的宇宙 这将是一款PC和主机平台并行的生存游戏 在纷繁的千种艰难之下 收购案给了人们一个相信的理由 也许微软和暴雪真能够趁这个机会 通过杰出的IP作品东山再起再续王朝 被称作第九艺术的电子游戏并非纯粹的商品 在最灰暗的日子里 依然有留守烂摊子的主播、选手、解说、创作者 以及玩家 这份爱意使人能够接受不是最有前景的工作 使人能够忍受长久的煎熬与失望 使人能够被轻而易举的激励 只要有一点值得等待的信号 玩家和社区之心们就愿意团结一致 再走一程 大新闻后的第30天 玩家仍在等待更多大新闻 2月2日 风暴英雄发布平衡补定 2月4日 有玩家根据战网客户端信息推测 暴雪正在准备一个早期版本的 守望先锋二供玩家测试 在相关资讯的评论区 有网友调侃道 谢谢你 窗户 2月11日 魔兽世界国服官方宣布 9.0资料片 暗影国度的最终章9.2永恒的终结 将于2月24日上线 2月16日 炉石传说22.4补定 全新的迷你系列正式上线 各模式迎来更新 2月16日 守望先锋联赛2022赛季公布新信息 线下赛题上日程 新赛季将于5月6日正式开赛 2月17日 小宇和朋友们一边在群里互相嘲笑 竟然还对暴雪抱有幻想 一边留意着消息灵通的游戏博主们 期待能在第一时间看到留言中 守望先锋二的大新闻 万一呢 万一是真的呢 他这样辩解道